在臺灣綠營智庫之一的臺灣新社會智庫 與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策劃習近平大棋局 後極權轉型的極限 新書15日發表 9名作者從外交 軍事對臺策略等角度分析習近平政權 此書主編 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徐思謇分析 明年19大之前 習近平充滿政治權力危機 眼前南海仲裁案的外交挫敗之外 黨內壓力對他才是最大的威脅 對臺工作更不能被指失誤 徐思謇觀察習近平對內對外的形勢風格 他說 對習近平曾重話說 若兩岸哲共識基礎不牢 地洞山搖 徐思謇有些消遣地說 而徐思謇認同作者提出兩岸關係出現小遙情境的可能性最高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董立文教授指出 習近平其實面臨黃海 東海 南海 台海四海動盪 他真正的軍事壓力在北方不在南方 董立文說 他把三大艦隊集中在南海 他是要秀肌肉給他們自己的這個中共的黨內同志看 他第二個是要秀肌肉給這個中國的老百姓看 因為毫無道理他真正的軍事威脅根本不在南海 黃海就是那個薩德飛那個薩德飛彈防禦系統 以及東海釣魚台上個月日本的飛機跟中共的飛機已經相互雷達鎖定 談到內部壓力 董立文指出7月1號中共建黨95週年前夕 習近平召開政治局學習會議 董立文說 董立文說 接著出現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可見習近平想盡辦法透過組織、法律、黨章、派系等各種方式努力掃平、鞏固權力 台北醫學大學副教授張國成認為習近平對解放軍組織架構和戰力也不滿意 在去年紀念對抗法西斯勝利大閱兵上有個值得注意的跡象 在每個徒步行進的方隊前指定兩名少將帶隊在天安門廣場前踢陣步 以解放軍的體制 少將相當於台灣軍隊的中將張國成說 這個是法地位非常高階的將 那個居然是跟這個機場部隊一起這個帶鋼灰踢陣步 那這個反應的就是說他要求軍事訓練落實到基層以外 也代表他要求整個這個高階將領 這些高階指揮職要振作起來 這個對他們投影非常嚴厲的注意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明燕分析 習近平的強勢外交是進兩步退一步 蔡明燕還解讀南海仲裁問題上 對U型線不管9段11段線 蔡英文沒有強調也沒有否定 是給北京留言面 對對岸釋出善意 同時不站在國際法理的對立面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夏小华台北報導